看在什么样的状态 它会跑到另外一个状态上去 你给它某个input 那它产生什么样的puts 不一定 所以会有finance state diagram 网络的protocol设计的时候 会用finance state diagram compiler里面会用finance state diagram 软体工程里面比较复杂的东西 会用finance state diagram 你的scranger設計 那个freeflop的组成起来 要设计一个scranger設計 会用到state diagram 这些东东都是 都是因为比较复杂的系统里面 它不见得你给它这个input 就会跑出那个output 所以你那个系统里面 会有很多个状态 很多的不同的状态 那我给它这input 我的状态可能会改变 所以你要分析出来什么样的状态 就某一个 某一个这个 上次这例子不知道恰不恰当了 只不过蛮好玩的 这个 我去菲律宾的时候 有一个电机系的同学 这个 是岳秘书 他吃完东西 他说他需要一个牙签 那结果 结果这个 那个电机系同学就说 那我手指头见你当牙签 结果那个 这个岳秘书说 哇好可爱哦 这个怎么会这样 结果我就跟他讲说 这是因为你看他 你对他印象不错 你会觉得可爱 如果你很讨厌他的话 你会觉得这个动作很猥亵 很讨厌 或者是说什么 或者是你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 你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 看到这个动作 你心情很好的时候看到这个动作 你就很高兴 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看到这个动作 你可能会同样的会发 所以那就是状态 这个同样的一个input 你会有不同的output 所以在复杂系统的时候 那你要设计好的话 那就会 就需要有不同的状态 那回到这里 回到了这个 listens的时候 所以我一个asset script 我可能有很多很多的 好多不同的状态 我现在你要设计出来什么状态 那每一个状态里面呢 那当然你就可以有自己状态里面的程式 写在这个里面 那我刚才一开始有讲过 这个不见得是都会用到 而且它也蛮也会耗掉 就也蛮耗这个资源的 但是对复杂系统 你这样做会 你会设计的比较 比较好一点 就你等于先有了解你的这个 系统的这个运作的这个 你有分析过 那所以当 当你一个状态 从一个状态到另外状态的时候呢 他这个所有的listens呢 都不survive 就没有了 他这个状态里面在听的 为什么这样 这很合理 你在 我这个 我整个城市 我整个系统 我这整个城市 已经到另外一个状态了 你那个状态还在 因为我已经到了这个状态 那个状态就没有必要 再去听事件 因为我现在已经运行到 这个状态了 所以那些listens都 那你在这个状态里面 你可能要听不同的 不同的input 不同的事件发生 所以 所以从 当你从一个状态 到另外状态的时候 原来那些状态的listens呢 他就 就没有了 就 他就不执行了 就听不到了 因为你已经到这个状态嘛 但那个状态 没有什么必要 所以这个是很合理的一个 一个做法 所以这个 Changing state呢 一个script Delete all listener created in the old state 但状态这个东西很重要 所以大家稍微 稍微要知道 不是稍微 应该要知道 你不一定会 会真正写到 但是很重要的观念 那unrest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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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这样 就是说 我当 当我这个 object 从 inventor里面 rest出来的时候 就是unrest 那unrest 就是说 l reset 这个script 这是l 不是e 这个 有时候 大家 这个 稍微注意一下 有时候看起来 到底是1234 还是这个 那 reset script 就是 那这个就是 把这个整个 script reset 然后从这个 default这一开始 那这个 那有这 fortune telling的 这些东西 我后面再 再给大家看 有比较多 我今天想 把所有的 这个基本的东西 跟大家谈一遍 那 很多例子程式 范例 我们下次再多看一些 好 那state machine 刚刚有提过了 那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那个default 我们刚才一开始说 一个 一开始ls editor 一打开 它就跑出来一个 这个default 那default就是一个 default state 如果你没有用到 其他state的话 就永远就在这default 就default default state 大部分东西都可以 在一个default 这里完成了 那 所以 他的这个 所有的ls state ls script呢 它都是一个 implicit的这个state machine 那 那每一个script呢 它都有一个default的state 都有一个default state 那state呢 state里面就会有一堆的 一个集合的 这个event handle了 里面就很多event 当你state转换的时候 那event就 就不听了 不处理了 那所以这default 长像这个样 那当然如果你有定义state呢 那当你进入这个state的时候呢 那script它会自动的会call state entry 这个自动call 这就是我们 我们的下面环境就写成这样 就跟你java的apri一样 它一进去的时候 它就call你的start 出去的时候 call stop 或是call 就那个 这就是自动会call的啦 你不用写逻辑 所以你要照它定义 就是你 你什么东西 一进来 进到这个state的时候 你就要它做的 你就摆在这个state entry的这个 这个function里面 这个event里面 那 那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会自动call这个 然后 然后exue the call found there 所以 进入这个state的时候 就call这个function 那当state结束的时候呢 state会自动call这个state exit 它是一个function 它也是一个事件 state entry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event 然后state exit 它也是一个event 然后它发生这个event 的时候要做什么事呢 就定义在这个里面 那 那这个 那当然它从这里出去以后 那如果你从这个state exit出去以后 那接下来它会进入下一个state的话 那它就会靠下面那个state的state entry的 那个 那个 里面所定义的 这个handle的事情 那state是可以取名字的 default当然不用取名字的 然后呢 那state后面是一个coblock 是大括号 就跟我们在default这里 就是state后面就是大括号的 这个coblock 那 你要changestate的时候就用state 然后就是我changestate 从这个state当成state 就用state这个keyword 那 当你 derext an object into your inventory rest是什么 rest是从inventory 或是把一个 把一个 把一个物件呈现 呈现出来 rest出来 当 那derext呢 就是把它 我要把它删除掉 我把它放回inventory的时候呢 那 那 那current state of the script is saved 就是说 你这个script的 现在这个state呢 是会被存下来 那 那等到你在rest的时候呢 那就不会从state entry开始做了 就是从 从你刚才 你刚才这个derext的那一个地方 再继续做下去 那 这有点像是 呃 我们有时候compile了 在compile这个 在unix里面 在重新compile的时候 也是就 就你不用重新再做一遍 我从某一点的时候 对 我在make一个 我不知道他unix有没有用过make 你在你在做这个 你在make一个这个 有多少人用过make 用过举手一下 应该要要要要要 要自己一下试试看 那make的时候 他的这个 到某个某个这个 呃 就上次做过工作 就不用重做了 就要记录这个时间 那现在这个也是记录这个 state 记录这个 那现在就前面都不要做了 那 那 如果你 你这个 呃 需要每一次这个object create的时候呢 这个 呃 都有startup的这个code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用一个init 好 init 这个来摆在这个state entry跟 on rest的这个前面 或者是应该说在state entry 或者是在on rest里面呢 加上init 就如果 如果你要 你要做 如果你要做某些事情 每一次都要做的话呢 那 你init摆在外面是不行的 我按 我这种 global variable摆在state外面 但是 因为你第一个 要进来做的都是state entry 或者是on rest的时候 就要做这些事情 所以 所以你在这个里面呢 可以放 呃 再再放一个方法 叫init 然后从这个里面来呼叫 从state entry跟on rest这个 来呼叫他 所以 另外再加一个这个 呃 你要 要做的事情 这个 你每一次都想做的话 就是说 不然的话会怎么样 不然的话你 你这个 你direct以后 下次他从那一点开始做 那某些东西 每一次他一定要做的 那他就没有 他就没有做了 所以 所以你在这个 在家里面每一次都加一个on rest的话呢 那这个 呃 就是